原标题 迪丽热巴只是运气好了点而已 在新疆它真的很露人 照片为正迪丽热巴 是一位很多人都喜欢的女明星 这两年来她在娱乐圈的发展势头非常猛 热巴不仅仅人长得好看 演技也非常有实力 前不久才刚刚获得湖南台金英女神 并且还在金英节上 接连获得多个奖项 一下子得了个大满贯 让很多人羡慕不已 众所周知 迪丽热巴是来自新疆的美女 浑身上下都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热巴的五官最有代表 十分深邃 给人的感觉很深沉和温柔 虽然说热巴的颜值确实很能大 但是这样的颜值放在新疆真的很露人 如果你在新疆 可能就会有种三不一那扎五不一热巴的感觉 我看这正在军训的小姐姐 虽然只能看到侧脸 但是能够看清无关的轮廓 她的五官非常好看 皮肤在阳光下依然白到发光 虽然乍一看有些神似迪丽热巴 但是却比热巴看起来更加青春亮丽 颜值也丝毫不输迪丽热巴 再看这位开车的女孩 也是典型的新疆女孩子长相 深邃的大五官 素颜的情况下颜值也非常在线 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惊艳 如果画上和热巴一样的妆容 绝对不会比热巴差到哪里去 最后再看最近刚刚活起来的新疆美女哈尼特兹 她是陈和旗下的女星 凭借一支舞获得了广泛的关注 并且颜值也被大家评价为仙女下凡 这么看来迪丽热巴的颜值也并不是不一无二 在新疆可以说是很入人的大众脸了 就连男生都有可能会与他撞脸 所以说照片为证 迪丽热巴只是运气好了点而已 要是这些人也努力一下进军娱乐圈的话 说不定也不会比热巴混得差不多 好在现在的热巴在扬密的热棚下 演技也有了不少的提升 希望今后的热巴能够继续给我们带来优秀的作品 实现自己的价值 你怎么评价迪丽热巴的颜值呢 欢迎留评论 欢迎关注小彪哦 随时了解最新电视剧网剧电影动态